小师弟不会要冻结成功了吧 我等医生都无法达到境界 他只用了短短五年 年 若不是有人夺得契约 哪里用得了五年啊 以他的天资啊 修炼一年足以成仙啊 师傅 师弟赌结成功了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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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明明已经成仙 为何不能飞升啊 这 原来如此啊 师父 你快说呀 卓儿啊 你在凡间的羁绊太多了 有人因你而死 有人因你而生 你若要飞升 必须要斩断所有的羁绊了 凭而死 凭而生 为师啊 数年前被你定下了几封血迹昏书 那因你而生了 老头 你都给昏书认了 谁能知道你能成仙啊 这凡间几千年都没人成仙了 那因我而死呢 这个就得靠你自己去寻找了 你不是一直对你的声势好奇吗 深深叨叨的 老头 婚书在哪 赶紧给我 我去把婚里退了 这婚书嘛 求着 师弟 这一百封都是你的婚书 一百封 老头你疯了 你都是冲马啊 徒儿啊 为师不是担心你 常年在山上修炼 这没时间娶媳妇嘛 那你怎么不给生长进去吧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师兄我虽然天字一顿 但是早走的下了山 在龙国当了个战神 追着我的姑娘 多了去了 徒儿啊 你赶紧下山去退婚吧 要不然 可不是不能飞升这么简单哦 老头 你最好把话说清楚 你现在是仙人之躯啊 如果你一个月之内 不能飞升至仙境 这个 会糟贴钱的呀 到时候会 暴彼而亡啊 我先走了 这位大人 山脚下有人来替婚 快 老头留住 留住 你就是成了是吧 我们赶紧 不要和我套近乎 我今天是来退婚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 和我的家族定想分输 但你要知道 我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年薪百万 豪宅无数 而你 只是山上的一个乞丐 乞丐 停 我不想听你解释 识相的话 把婚数交出来 这里有三百万 给你做骨头 三百万 我知道 对于你来说 三百万是你一辈子 也挣不到的财富 但对于我而言 花三百万赶走一个乞丐 很划算 大老远过来退婚 还给我歇 你人还怪好的 脏东西 谁让你碰我的 我的婚叔呢 师兄 婚叔 婚叔 我找找 露西天后 银花国公主 女武神红莲 上京陈露瑶 这些小孩子都不玩得把心 你怎么不说你是战神 战天意呢 战 神 图有续名 一个山岩莽夫 用这种地下的手段 满足自己可怜的自尊仙人 真是可悲 这里是三百万 从此以后我们再武光 谁是叶玲 我是 我给你三百万 上次我结婚 结婚 没错 结婚 小姐 她是江城林家的长女 林女儿 您前脚花三百万和她退婚 她后脚就花三百万结婚 这不是存心找茬吗 江城林家 一个二流的家族 也敢吵醒我 真不怕你们家族被除名了 你是谁啊 我跟谁结婚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林女儿是吧 我不管你今天是真的 看上了这个乞丐 还是在帮这个马夫演戏 今天的事情 我记 走 这人有病吧 你才有病吧 人家给我退婚 还给我钱 人家是个好人 好 你别装 我给你一千万 结婚你是结还是不结 这位姑娘 咱们有话好好说 不必非得闹着结婚吧 我是来通知你 而不是在跟你商量 没得商量 没得商量 好 女人 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你打算怎么样 你要吃我吗 小战 送客 好嘞 师姐 你是这么放在下山了 我刚看出他有先天寒体 寒体一旦破裂便时日无多 这婚约自然而然就没了 师姐你好狠的心 谁让他不知好歹的 只是师父的血气婚书 需要双方同意退婚才能解开 不然会延续到他的下一生 你说什么 师父亲口跟我说的 师父还说生生世世 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 下山救人 师弟是在担心的林允儿 病好痴 只是那林允儿不太好对 将成城主 从事我的存下 我去通知他 退婚过去没帮你 那正好 我先去林家探的路 在座各位 今日是我儿与林家长女的订婚宴 主位 吃好喝好 林兄 今日之后 我们两家可谓是亲上加亲 是啊 杨兄 日后还请您多多帮助我们林家 我们两家联手 令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好说 爸 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我有未婚夫的 胡闹 当着四大家族的面 你让我们林家自全灭亡吗 什么未婚夫 我杨伟就是你的未婚夫 女儿 我今天就在这死在这里 我也不会嫁给这个殷皇的 我告诉你 在将成城 只要我杨伟愿意 没有女人能逃过我的手掌心 女儿 你怎么了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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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了 女儿 女儿 死了 你家族 无比惊慌 正巧 昨日我府上 来了一位神医 治疗我儿 杨伟 爸 你说啥呢 替我儿杨伟 治病 我这么阳兄 周老何在 老夫在 周老啊 施承妙手雪衣 有他在 哪怕你半只脚踏入地府 周老也能给你拉回来 请我如何 我是乐狐 老夫是下 兵克三针 兵克治条 谁 你要救我女儿啊 放开那个女孩 你是何人 我是何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三针下去 这女孩 必死 大胆 我处逝成妙手雪衣 有人呜 有一个小医来指点 妙手雪衣 就是那个十年前 在一仙府门口 跪了三天三夜 最终还是没能成为 韩宁弟子的 妙手雪衣 没错 当年我师孙 差点就成为 一仙韩宁的弟子 师姐瞧不上的拉底 竟然能成为你的师孙 狗子 竟敢误入我的师孙 没有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你们师徒二人 都是垃圾 你 气傻老夫了 老夫从一多年 从来没被这碗歧途过 哪里来的小子 来人 把他赶出去 能把先天寒体 看成是热服 这点水平 还是别来治病救人了 神医 不必管这黄口小子 还请神医 为云儿施下 冰魄三针 救他性命 还不把人赶走 竟然还是个连甲子 先天寒体 再尸冰魄三针 第一针 口吐鲜血 第二针 重度昏迷 第三针 就可以准备复视了 大胆 竟敢证我女儿死 你究竟是何人 龙虎山 谢灵 我是来退婚的 是你 什么 龙虎山 是你 是女儿 没有温敷 难怪你一直 阻挡神医救治 原来你是害怕 自己的未婚妻 与我而成婚 你好歹不对心 知不知道你是在 要我女儿的病啊 冲屁 现在赶紧把请天放下 滚出去 在治疗先天寒体之前 我倒希望各位 先治疗一下耳机 你说什么 我说 老子是来退婚的 简直是前言不达后语 既然是来退婚的 那林小姐与你何干 为何百般走蓝 就是 这个穷鬼看到本少爷 足够优秀 临时决定要退婚 林家主 这死人不能退婚的道理 想必你也明白 不管你说什么的 你三番两次咒我女儿 你当我真的没脾气啊 如此是真 不出三枕 他必死无疑 放肆 太放肆了 老夫若是兵破三枕 治好林家千金 你该当如何 跪下给所有人磕头道歉 我夜灵 从不拿任何人的命打赌 你个怂包 你他妈就是不敢 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我现在当身的面 把他治好 第一枕 口吐鲜血 女儿 这不用慌 入血是正常的 这体内瘀血 第二枕 昏迷不醒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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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这是仙天寒体啊 秦公子 救我女儿啊 秦公子 救我女儿啊 仙天寒体 我真是仙天寒体 这世间没有人能救 除非是那仙人下凡 我还真是仙人下凡 三位真气 算你有点眼力 不可能 这反正不可能有人使出三位真气 女儿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爸 我 多谢叶公子相救 仙天寒体以除 林家主 这昏书的事 放你压的屁 刚才周先生都说了 天生寒体无管 除非仙人下凡 难道说你这个黄毛小子 是他妈仙人 对 没错 林家主 你女儿就是热毒入体 什么仙天寒体 老夫只在小说中看过 现实中 根本不可能有 刚刚大家也都看到了 是周老师了两针 救了林小姐 可那小子 只是做做样子 就想把贡劳抢过去 邪恩以报 原来如此 周老两针就治好了 林家小姐 还被那小子占了便宜 林家主可要三思 他对山野村人 怎么可能懂医术 来人呐 把这个江湖片子 给我赶出去 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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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一帮房书俗子 买怎么说怎么说吧 只要那退婚就行 林家主 这纸婚书 我愿意 林家主 这纸婚书 我愿意 老子堂堂 杨家大少爷 向你提起你不愿意 却要嫁给这种穷鬼 我林月儿这辈子 喜欢谁就要嫁给谁 月儿啊 近日杨家特意举办了 这场军婚宴 就是要与你强强联手 更进一步 比如聚会 那我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没错 月儿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欢 没错呀 林姑娘 凡是要以大局为主 怎么都大孩子了 就不能因为喜欢 月儿 我不喜欢你 那就好 那就好 还是我们允儿懂事 我爱你 你骂谁呢 月公子 你治好了我的先天寒体 月儿无以为报 只能一身消息 我都治好了你的先天寒体了 你怎么能将一筹报啊你 你少得了便宜还买乖 我没有啊 我告诉你 在这块只要我能看着的人 没有一个能逃得过我的手掌线 快 快使出你的神通 熊帝 空着啥样抢亲 让你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 上彩礼 还起三思啊 娘就备了彩礼 你看我两手空空 我配不上你啊 犯你小子试下 公子无需担心 月儿有自己的家装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林家和我师弟的婚夫一事 你师弟的婚夫 没错 我 我懂 我懂 你师弟呀 是想高调行事 把这事啊 办得轰轰烈烈 没想到这么大的事 交给我一个小小的江城城主 小的这就去办 等一下 杨家 杨家赠灵家 听力一 并集豪车十辆 十辆保时捡 杨家豪 那好厉害呀 都是千万级别的豪车 还是十辆 杨家 大收屁 你这人 还怪吃货呢 听力二 远胡三百坪别墅一趟 远胡别墅 江城顶级的豪宅 三千坪大别墅 还在江城市中心 杨家 有实力 公子 别流口水 惊喜还在后门 变礼三 龙腾集团百亿订单 龙腾集团的项目合作书 还是百亿的 云儿 碰到这样的好男人 你就嫁了吧 公子 你为何要这样 实不相瞒 我叶某人 两手空空 身无分文 倒是杨伟雄 论个外貌 堪比庞安 论家计 不可提过 她才是 林小姐的良配啊 你个下等人 还挺有眼光 谁同意 谁反对 老虎不同意见闻婚事 老虎不同意见闻婚事 今日与林家千金 林宇儿订婚 定有其人 还轮不上你们杨家 城主 这是要请先 城主大人 今日是我杨家 大白宴席 与林家订婚 我们这样光天化日之下来抢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别说是订婚 就是结婚 老夫今儿给你抢了 城主 你 杨并礼 难道是城主之子 看上了袁儿小姐 城主府 宋林家 万年许人身一只 许人身本就牺牲 到万年的年份 应该是世间仅有的嘛 城主府 宋林城江家 水云山庄 十栋豪宅 什么 水云山庄 水云山庄 在江城灵气聚会之地 在那睡上一觉 就能延念一首 城主府 宋林家 玉麒麟一尊 玉麒麟 那不是先人李白用过的东西吗 看来城主对儿子这场婚事 是势在必得 爸 城主都出面了 我也没办法 我不同意 我与月儿这辈子 非夜公司的嫁 兄德胡言 允儿 这可是城主大人啊 哎呀 这位就是城主之子吧 这相貌 家境 更是一等一啊 简直就是 允儿小姐的绝配呀 你们还等什么 快成功 胡说 我怎么可能配得上允儿小姐 什么 不是城主之子 城主都出面了 那还能是谁 难不成是城主 哎呦 老大哥看上去是一表人才呀 论下帽 堪地堪案 住嘴 哪来的黄口小儿 你是要老夫的命吗 这 你们送了聘礼 还不能这样啊 老夫惊了 是特地为了龙虎山上的叶公子 送聘礼来的 不知在场的各位 哪位是叶公子 龙虎山 你也住龙虎山 母妃 你就是那个大人物 怎么可能呢 我这是龙虎山上的一个小看内穷酸样 怎么可能是大人物呢 杨甲主 今日你们胆敢抢仙 对这位大人物看上的女人 离婚简直是不知死活 城主大人 这龙虎山究竟是什么势力 这叶公子又是哪位人物 龙虎山是天下任何势力都惹不起的存在 至于那位叶公子 我也不知道 他的具体名字只知道 他是我们在场任何人都惹不起的存在 还好他不知道我的名字 不想 我得赶紧把这婚给退了 演的 夜长梦多 俊儿啊 既然有这么大人物 要过来跟你成婚 那我们那个 城主大人 就是他和李宇尔婚约在这 一直纠缠不行 什么纠缠不行 污蔑 纯属污蔑 哪来的污蔑 城主大人 他叶林啊 就是一个山野人妇啊 身份低威 性性卑劣 他之前还向茂林 周神医救林小姐的功劳 他是邪恶以报强娶林小姐 我们杨家实在是冤枉 你在胡说八道是什么 我呢 叶公子你放心 不知道救我的人就是你 所以不管那个大人物是谁 我林雨儿此生非你不嫁 别再放糊涂了 这个夜灵 怎么能和城主口中的大人物相提并论呢 城主您放心 我们林家对这段婚事啊 是举双手赞成 关于这位大人物 不 关于林家的未来贤婿 还有更多的信息吗 你还算是明示礼 老夫这儿还有一幅画像 可以确认身份 只是来得匆忙 还未曾打开看过 参见夜公司 不可能是的 不可能是的 夜灵 真的是你 没想到夜公司竟然是城主都敬重三分的大人物 小女交给你 我就放心了 夜灵 为何你之前一直不愿意和我成婚 如今又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 那不是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觉得之前不够正式 所以想特地给我一个惊喜 对不对 夜灵 你太浪漫了 韩宁你这么干的 韩宁大人说 你是为了婚约而来 小人自然是一点就通 好好好 成主大人 刚刚就是他们逼迫我和他结婚 还侮辱我的未婚妇夜灵 还请城主大人为我做主 什么 羞辱夜的大人 还抢夜大人喜欢的女人 大人 这都是误会 误会 原来是误会 是啊 杨家 江城出名吧 什么 怪 只怪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 您是不是认错了 他就是山上来了一个土鸡挖狗 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看三反五四的羞辱夜大人 霸蓝 真当老妇没脾气 来人 给我抓走 上京陈家大小姐到 上京陈家大小姐到 不知道陈家大小姐来我江城 老夫有失愿迎 区区一个弹丸之地的重煮 挺有资格欢迎我 不看 这不是上京四大家族之一的陈家吗 上京四大家族乃是动一动 龙国都要阵三阵地存在 这样的大人物来我们江城做什么 而且看样子 是有人惹到他了 林允儿是吧 是你 当初在山上处处和我作对 你可想过挑衅我陈家 是什么下场 我何时挑衅过你 我前脚花三百万和他退婚 你后脚花三百万 抢着和他结婚 这样 我很没有目的 那你要怎样 你想嫁给谁 我今天偏不让你嫁给谁 还有你 我不管你那些婚姝是真是假 但我把话放这儿 我陈鹿瑶不要的垃圾 谁也不准钱 什么意思 意思是 这辈子都不会有女人要的 就当一辈子处人等死吧 姑娘 你真是个好人 放开我 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了 我是早点遇见你 我何时我婚退不了 还装 你 过来 陈大小姐 小的杨伟 谁他们管你杨不杨伟 小的姓杨 明伟 杨伟是吧 名字不错 叫你 现在就和林允儿结婚 真的吗 陈小姐 凭什么 我喜欢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凭我是陈家大小姐 我说有关系 就有关系 那要是我不呢 林家今日 江城除名 男的发配边江 女的 卖给高兰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我今天就让你见见 什么叫做权倾天下 爷 现在就在这儿洞房 当着夜灵的面 夜灵 没想到吧 你不是喜欢扮猪吃老虎吗 你他妈再扮一个呀 这位美女 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过分 我陈露瑶从小到大 没有人敢误觅我 陈小姐 那个 你是有些不妥呀 我看你是城主的位置 是不想要了吧 我看 可是 他是一仙 寒宁的师弟呀 一仙寒宁的师弟 你可知我陈家是医药师家 龙国八成医院 九成医药 全部都是我陈家投资的 老师超有所闻 那你可知 我陈家为何致死 因为我爹 是一仙寒宁的 亲传弟子 一仙寒宁的亲传弟子 难怪如此 那周老师傅妙手雪衣 不过差点败入一仙门相 现在整个医学界 都有一仙之地 作为一仙寒宁的亲传弟子 难怪建立起陈家 这么庞大的医药师家 那你不是自家人 论辈法 我是你师公啊 闭嘴 我从未听父亲说过 一仙有其他弟子 话不能这么说 兔孙 说不定是你爹 没对你提起 狗子 你在找我便宜试试 陈大小姐莫急 一仙寒宁啊 正在我府上 我去把他请过来 在您府上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一仙啊 您师弟啊 在这边出了点状况 您是不是能过来 我不过来 我没能见他 我当是什么 连面都不敢露得冒牌货 身为城主 连人都看不清 我看你这城主的位置 也坐到头了吧 这 况且我上山之前 我就已查清楚 一个居居孤儿 从小就在山上 喊柴烧水 没有一点美气 原来是个没有用的废物啊 小子 扔高手下山 挨短剧呢 师弟不是在怪我吧 扔高手下山呢 挨短剧呢 你不是能装吗 敢欺负我师弟 来打我呀 威二 像这样的要求 可这辈子第一次遇到 你敢打我 威二 冷静冷静 不是你让我打的吗 就是废物 今天是你的大小姐在这 我告诉你 你再能打你的未婚妻 也是我的 却灵灵 这就是你二人惹我的下场 我当着你的面 把他上了 你又能怎么样 哎 土孙 你要这么干 师公可真的生气了 你是真不知道 冒充一仙是什么下场 什么下场 我来告诉你什么下场 一仙拯救了千万人 那些下等的低下的人 当人不算什么了 但拯救了千万个贵族 随便一个人就能像捏蚂一样 捏死你 准备好接受他们的怒火了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师姐只跟我说过 医者人心 患者更没有高低贵贱 没贵贱之分 那你不觉得你现在很低贱吗 初孙 看来师姐没把你爹教好 你爹也没有把你教好 来人 给我把他的牙齿舌头 捡绑了 叶灵 你快走 人家不是你我那惹得起的存在 我不走 你怎么这么傻 你快走 昆叔在这 我哪也不走 叶公子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叶公子你走吧 我马上就把昏书撕了 我们来世再续前缘 顾这么亲爱的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 无绝衰 山无冷 山无冷天地和奶干以君觉 好不死 公子下意识 会不会觉得我是不结之人 只要你现在撕了婚书 我马上干翻他们 但你得诚心 不然不起作用 公子莫要说胡话 我马上就撕 答应我离开这里 你快点吧 走 我看你能走到哪去 小娘子 当着你心上人的面背我上 一定很爽吧 快点 给我把他的舌头拔了 是谁要把我尸体舌头 是你 你果真就是这小子的师姐 胆敢冒充一仙 我本就是一仙 何须冒充 这小娘子说自己是一仙 真是滑稽 年纪轻轻 口气却不小 他要是一仙 那我就是战神 师姐 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你这不给我添比 你就是这废物的师姐 你知不知道 你敢打我 羞辱我师弟 该打 先不说你冒充一仙 就凭我陈家的势力 我把你们杀了 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 在山上 你多次对我师弟不记 看到你俩有婚约的份上 我才饶你一命 可你还敢再次找什么而来 欺负我师弟 我是上京陈家大小姐 我爸是陈耀光 当代医生 你敢打我 陈耀光 知道怕了 我爸才是真正的一仙 亲传弟子 他若知道你们在这冒充一仙 定将你和你的师弟 千刀万挂 那你不妨告诉你父亲 我冒充一仙 看看他会如何 是的 陈大小姐 要是让医生知道 这两个人冒充他师父 肯定让这两个人出不了这个门 好 这可是你们说的 让我通知我父亲 到时候来 可就不是一顿打 这么简单 爸 这有人冒充一仙 你快过来 什么 既然有人冒充我师父 路遥 我这里有个潜意的合同 走不开 你把他收拾一下 记住别流一口气 好 我爸有事 他让我来收拾你们 不流一口气 走不开 我在这 没有什么事是走不开的 陈耀光 十分钟之内 马上滚到我面前 夫人 医生的女儿都叫不来 你凭什么叫过来 因为你扫我 现在的年轻人 说谎话 也不知道像一点 我先不管你冒充一仙的事情 但你当着我的面 羞辱我父亲 我这个做女儿的 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吧 来人 给我打 打到他绝机为止 是 陈路遥 我劝你为了你老爹想清楚 对我不敬 大不了的竹书师们 但若是对我动手 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希望你挨打的时候 你嘴有这么敬 给我打 师弟 你这工作好帅 师姐 你再这么闹下去 那我 师弟莫怕 为了你 师姐今天定要庆里谋活 不过是一些妖术罢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保得了自己的命了吗 你远远不知道我陈家的实力 陈家拿着一仙弟子的名号 成了上京四大家族之一 你以为过了今日 陈家还在 删我巴掌 骂我父亲 主我陈家 很好 我陈路遥从小到大 就没有受过这样的居容 由人信念的东西 太狼 小姐 把他们给我杀了 是小姐 这就是传说中的陈家暗卫吗 好强的杀气啊 还是待在小姐身边好玩 以往在战神殿下杀人 还得去边疆 战神殿 他竟是战神殿的人 陈家果然好手笔 战神殿的人都听得到 练气五层 不错嘛 知道怕了 还剩五分钟 拖延时间 我倒要看看 五分钟之后 是我爸来了 还是你们死了 师姐 翼灵 你们赶紧走吧 战神殿的人武功高强 哦 哦是啊 我好怕怕呀 业不像 你先把回数撕了 让我跑 怎么样 师弟 别撞了 还剩四分钟 师姐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师弟 师姐就算是死 也不愿看见你被欺负啊 还站那么近 干什么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啊 是啊 鱼儿你快过来 爸 我就算是死 我也要和叶公子死在一起 啊 我谢谢你啊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爸呢 我爸怎么没来啊 你爹迟到了 他会受到惩罚的 别他妈装了 我还以为你能翻出什么花呢 原来是在给自己的死期计时啊 弹龙 把他们两个给我杀了 准备好怎么死了 什么 战神殿的高手 被他一击就打败了 战神殿高手如云 我龙国最强的战力 都出自战神殿 这个女人又是谁 怎么 从来没有听说过 可能 弹龙是我电话重金 从战神殿请来的高手 怎么可能被你一招击败 屈屈练气五层 也敢叫高手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住手 爸 你怎么来了 陈又光 爸 他就是冒充你师父的那个婊子 启离师尊 立子来晚了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一仙呢 岳公子 你真的是一仙的师弟啊 我说不是你信吗 爸 这个婊子 他怎么可能 住嘴 他看起来才二十几岁 怎么可能是林师尊啊 师尊乃修真人世 岁月哪能留下痕迹 那你快跪下 给师尊磕头 陈又光 你可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 师尊 麻烦你老人家高抬贵手 不要跟小女一般计较啊 辱我可以 打我可以 但欺负我师弟不行 您师弟 你说吧 该怎么办 弟子 愿意带小女 接受任何惩罚 既然如此 那便逐出师门吧 什么 师尊 小女一时糊涂犯的错误 那不至于这样吧 爸 不就是不当他弟子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懂什么 我和陈家有今天的地位 全靠一线的名号 如果收成了师父的企图 结束上金四大家族的位置 而陈家一日之内 就不复存在 怎么会 难道就没有婉转的余地了吗 别叫我师尊了 从今日起 我与陈耀光断绝师徒关系 天地为证 完了 完了 我们全家一切都完了 陈耀光 你可知你女儿有婚约 知道啊 那你可知那婚约 是与我师弟的 什么 真的吗 那师尊 可是你女儿昨日刚上山 把我师弟羞辱了一番 随后就把婚退了 什么 你现在知道你生了一个多好的女儿吧 放着一个天大的造化不要 反而害得你全家家伙人亡 你这个孽女啊 我错了吧 我错了吧 叶玲 叶玲 我错了 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感觉的 你摸过我两次手 好好说话 别动手啊 叶玲 我们重新订小婚约 我一定当你的好妻子 做我好妻子 也行不太长了吧 爸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鱼儿 愣着干什么 把握机位 快 叶公子 这怎么了 你还没摸过我的手呢 师弟快跑 有妖怪 师弟去哪 下一站 女武神 谢灵 我找找啊 洛西天后 金花国公主 女武神 红莲 上金城路遥 女武神是吧 你说 那小子跟红莲有婚约 没错 那婚姝我亲眼见过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 青龙天王看上的女人 那小子又一仙成妖 怕您不好对付 一仙又怎么样 我背后可是战神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战神 师弟 你是不是骂我 我哪有空骂你啊 师兄 你师弟我 都快要嗝屁了 女武神在哪 我要去退婚 我手下天王就有四个 女武神更是无数 你说的是哪个女武神 就 就这个 红莲 哦 你说红莲啊 她刚从边疆回来 今晚刚好有个情供宴 停 师兄给你出面退婚 分分钟的事 停 师兄 不是我不相信你 主要是 你和师姐都太不靠谱了 这次我自己去啊 你俩都别来 哎 请柬 哦 请柬是吧 忘带了 五六武神庆功宴 没有请柬 谁都别相信 就 不能痛下 如果是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我就当没看见你这个人 哦 叶玲 简叫说和女武神定下婚约 现在连女武神的庆功宴都进不去了 废物就是废物啊 有婚约又能怎么样呢 不照样见不着女武神吗 你们 有情节 废话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了 我们那是青龙大人亲自给的 兴叶的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从侍卫的裤子底下钻过去 要么 今天跪下 把我的鞋子舔干净 说不定我高兴了 我也就带你进去了 要是我都不选呢 你都不选 轰烈女神的庆功宴难道你还要枪闯进去不成 知道这都是什么人吗 不是达官显贵就是战神殿的战将 你闯一个试试 叶玲 我只跟你两个选择 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你错了 我还有一个选择 有情节 我的情节 没有情节 不得入内 你是不是没看见 他当着能面抢了我的情节 没有情节 就按规矩来 邀请函都保护不好的废物 就在外面待着吧 邪灵 我一定要进去 我先看着你怎么死的 老哥 你把腿迈开点 我进去呗 洪连大人 你要是比武招亲的话 青龙大人会气死的 那就气死他 谁让他这么久都不跟我表白的 这种事 难道还要我主动吗 那要是出现比青龙大人更强的人呢 比青龙更强 你是说战神 放心 战神大人才不会缠乎这种事 此次比武招亲 我就找机一级青龙 多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庆功宴 今日除了庆功 我还要比武招亲 什么 红年女武神竟然要比武招亲 谁不知道 四大天王之一的青龙天王 与女武神关系暧昧 谁敢上台挑战 就是不给青龙大王们免呢 是啊 这比武招亲 完全就是为了青龙大人设立的嘛 只是青龙大人 现在身在何处呢 规则很简单 只要谁打败我 那么他就是我红莲的夫君 谁敢上台一试 叶公子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莫非公子是为了云儿来的 既然被你发现了 我也就不装了 其实我是个渣男 叶公子此话怎讲 我与红年女武神也有婚约 叶公子莫属下了 你怎么可能与那女武神 红年有婚约呢 你不信是吧 好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渣男 没人愿意上台吗 红年 我来了 红年 我来了 你是何人 在下龙虎山 叶玲 此次来是为了你我的婚室 公子 龙虎山 没听说过呀 还真有不怕死的 这不是在打青龙天王的脸吗 我看她就是金仇上脑 看见女武神倾国倾城 连命都不想要了 虽说我并未提出上台需要什么要求 但是这里也不是什么阿妈阿狗都能来的地方 什么意思 你看不起我 我为何要看得起你 那真是太好了 我也觉得咱俩不合适 那我们 不如找个没人地方聊聊 怎么样 赠死 我堂堂战神店女武神 凭一己之力 扫荡边疆动乱 你个浪荡下流之人 竟然如此与我说话 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 聊聊我们的婚事 少废话 既然你已经上台了 那想必 是已经做好了比武的准备 比武 不是 你也看不起我 我也觉得我们不合适 咱们都不想结婚 这不是应该一拍集合吗 为什么还要比武 跟你结婚 你也配 受死了 这种人 根本不配女武神 您亲自动手 没错 像他这种人 根本不配女武神 亲自出手 我等直接把他打败 丢下台去 那就多谢诸位了 不认 你们什么情况 我就想退个婚 你们至于吗 你们 住口 像你这样的善言莽夫 寻常连见我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肯与我说婚事 可是 你别废话 我乃战神殿张山 练气竟九层大圆满 你想直面女武神 还是先打过我再说吧 我知道了 比武才能退婚 是吧 我说你们这帮人还挺奇怪的 别人都是比武招亲 你们是比武退婚 你别废话 准备好挨打了吗 看来张兄 已经准备好打败慈子 在青龙大人面前 要功了 待会张兄下手心点 给我等一个表现的机会 怎么可能 不出三招 张山就能把慈子 十打出来 三招 张兄可是差点就筑记的存在 要我说 一招足矣 打败你就行了是吧 受死吧 小子 什么 曹兄居然败了 你做了什么 不好意思 兄弟 我用力过猛了 我看他们这么夸你 以为你很厉害 那我们的事 谁说你赢了 你们有完没完 你以为你能打败张山 那是我张兄 给我留机会罢了 没错 我只是让你罢了 难不成 我怕了 怕倒不至于 不如这样吧 你们一起上吧 我很忙的 什么 他疯了 在战神殿的青龙宴上 要单挑全场 这是侮辱战神殿 好强 好帅 这可是你自找的 别怪我们无情的 受死吧 小子 怎么败了 这帮废话 这 打打了 我们是不是该说说正事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未婚夫啊 我这次是来我们 性成为我未婚夫 先过了我这关 先过了我这关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有什么话 先打赢我再说 我不打女人的 就是你今天输了我 可就没机会了 这女人是不是脑袂有病 是不是我打赢你 你就可以答应我所有的要求 你 你就说是不是吧 好 今天你多赢了我 我答应你这口事情 怎么样 服不服 我服 女母谁也败了 而且又是一招 既然如此 今日比武招亲 你赢了我 那你便是我的夫君了 比武招亲 叶公子这是怎么了 不是 不是红莲 你误会了 误会 你看 这是我们的婚书 我今天是来 婚书 我与叶公子竟然有婚约在身 方才是红莲莽状了 马的夜灵让我认识框下支出 他人呢 这小子真是不要命了 敢在庆功宴上拿什么婚书出来 红莲女神一把日给他删死 叶公子 不仅与我有婚约 还在比武招亲上赢了我 我红莲决定 现在就嫁给叶公子 什么 叶公子 今日我们坐在庆功宴上成婚吧 我不同意 他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他拒绝女武神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拒绝女武神 叶公子这是怎么了 红莲姑娘 你误会了 我今天来找你是退婚的 退婚 对 那你为何来比武招亲 我也不知道这是比武招亲呢 我不管 你基于我有婚约 在比武招亲上又赢了我 我红莲此生 对你不见 我不同意 你再说一遍 再说你这遍也是如此 我不同意 我觉得这位人兄 言之有理 臭小子 你也不撒泡尿 照着你自己 就凭你 也敢和我青龙求女人 不知就是因为 他才不敢与我成婚吧 没有啊 我是心甘情愿的 青龙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红莲 你说什么呢 青龙 我不管你要做什么 但是你不要再威胁叶公子了 红莲 你我青梅竹马 你竟然为了他 这样和我说话 青龙 你不要再跟我说话了 我怕叶公子误会 青龙 你不要再跟我说话了 我怕叶公子误会 这是什么情况 红莲为了那小子 竟然如此和青龙大人说话 是啊 传闻他和青龙大人不是一直 住口 我红莲一生只爱绝世强者 我甚至自己配不上战神大人 只能退而求此 青龙 只能勉强着我的眼 红莲你 知道我被叶公子击败 我便知道 我红莲此生 被叶公子不见 击败 我先走了 叶公子 刘布 你既比武招亲赢了我 在与我成婚之前 你哪都不能去 好一个比武招亲 黄莲 我说赢了他 你当如何 那自然是嫁给你 此话当真 这边 放心 绝对 臭小子 你敢扶住我 好疼 我死了 叶公子 别装了 起来吧 演得不像吗 嗯 这怎么可能 我的全力一击 兄弟 你用点力 我又不是专业演员 这肯定骗不过去 你还敢羞辱我 对 对 就这样 来 用力 臭小子 你抢我的女人 还敢羞辱我 会让你生不如死 燃血树 你疯了 竟然有燃血树 燃血树 那不是走投乌路 才会使用的法术 能短暂地将周围 提升十倍 但是用完这步 会变成一个贝人 竟然把堂堂的 青龙大人 逼到这种境界 他究竟是何人 叶公子 你快跑 这有燃血树 他胜之不无 没事 我要我师弟救你 我感觉师弟在呼唤我 我得去 叶公子 你快跑 臭小子 你敢如此羞辱我 今日必杀你 叶公子 叶公子 你没事吧 红莲 我敌不过他 我不配跟你在一起 你把这棍树撕了 我不 为什么 明明神清了 他用燃血树 他身为辱 可输了就是输 我堂堂七十难 而被别人说 我输不起 我该怎么活 叶公子不必再说 无论输赢 我红莲都嫁你 你怎么言而无信他 臭小子 你刚才不是得意的很吗 怎么 站不起来了 青龙 你太过分了 红莲 他今日辱我 我不必杀他 你要是敢杀了叶公子 他就先杀了我 你又是谁 我 青龙大人 他是叶林的老聘头 他是叶林的老聘头 什么 叶公子 你有老婆 你个混蛋 你有老婆还抢我的红莲 青龙大人 此人生性淫荡 与多名女子定下婚室 这种人就该死 什么 这世间竟有如此可恶的人 今天我就提天行道 没错 我叶林最大恶极 就不配活着 叶公子 你没事了 你想死 我成全你 等一下 我叶林虽然最大恶极 但是 不能耽误了你们两个好姑娘 你们把婚室撕了 让我心甘情愿赴死可好 叶公子 不管如何 我红莲都不让任何人逗你半分 我也是 红莲 你疯了 我没疯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陷入爱情的女孩而已 青龙大人 我怀疑她会妖术 你看她那猪狗不如的模样 怎么会有那么多女人喜欢她呢 没错 她肯定是用妖术 才让红莲武神对她如此之爱 原来如此 红莲 我现在就杀了她 救你 你敢 在我的燃血树面前 你拦得住我吗 你拦不住 云儿 你们现在撕了婚书 让我死得瞑目一点 好吗 叶公子 不哭 你们还会遇到更好的 叶灵 你准备好怎么死了吗 赶到我还宁的师弟 好大的胆子 太好了 叶公子 师姐过来救我们了 我们又撕婚书了 叶公子 真没想到你师姐是遗仙 师姐 你来干嘛 厕所不在这 我好像走错地方了 慢着 你要去哪 去哪 我们还有事没处理完呢 先别管我师姐 你快来杀我 鸥儿 快 咱们接着死 叶公子 既然你师姐来救你 我们为何还要撕婚书 这 其实我跟我师姐 关系并不是很好 没错 我在山上 天天欺负我师弟来着 少在我面前 演什么竭力情深 身为一贤 助纣为虐 为这样一个荒鹰 无度的弟弟成腰 是人怕你 我战神店不怕你 你要干什么 我奉劝你 不要乱来 我现在就请战神过来 还天下一个公道 青龙大人 我甘愿赴死 你还是别让战神大人怪了 怕了吧 没错 我怕了 这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事 想杀死你 我动动手指就可以 至于一仙 还有战神对付 小鬼 你要动手 只管上就行了 我保证不帮助我师弟 谁进 战神大人 庆功宴出现大问题了 什么 你们就等死吧 完了 这师兄一来 这婚更特不少了 师弟 你别放弃啊 都死到临头了 还想着婚事 这是何等的阴道 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 就是和你这种人定下婚约 放心 战神大人生平 最恨这种银虫 今天一先在这儿 也拦不住他 叶公子你放心 我相信你 等会战神来了 我一定好好跟他解释 我也是 战神 会相信你们两个 被妖术蛊惑惑的人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被蛊惑了 有没有被蛊惑 已经不重要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战神社会相信你们 还是相信在场的诸位呢 什么 你们说呢 诸位 我看到的是 那姓叶的 用妖术打伤了我 还魅惑了女武神 没错 因为我看 他就是个妖精变的 杀了他 就可以打回原井呢 没错 我也看得清清楚楚 妖斗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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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 今天这个小白脸 就会死在战神大人手里 而你 只能跟我结婚 你无耻 战神到 公营战神 公营战神 完了 师兄来了 公营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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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我们给小战石眼色 他应该会明白吧 师兄那个猪脑子 他能行吗 总不能放弃吧 你这畜生 见到战神大人 为何不归 畜生 是的 战神大人 那个瓶手杀了我们好多人 还用妖术 顾呼红脸 瓶塑 没错 战神大人 此人不仅会妖术 而且他还用别的手段 与良家妇女 进行苟且之事 妖术 是的 我能坐这 他用妖术 即便我的未婚妻 离女儿 好好好 好一个畜色 好一个瓶兽 好一个妖术 还请战神大人出手 还请战神大人出手 这是什么情况 为何战神大人会打青龙大人 我知道了 只能怪青龙大人 没有及时灭掉那个姓叶的 战神大人 不是我不出手 而是堂堂一代妖仙 不停地避护这个瓶兽 妖仙的身份不一样 我们不敢出手 只能等战神大人 继续说 而且我了解到 这两个瓶兽 同属于龙虎山一脉 所以说 龙虎山一脉 全是瓶兽 继续 等战神大人 灭掉这两个畜生 然后带领我们 踏平龙虎山 战神大人 好你个青龙 不仅侮辱我的师弟 还侮辱我整个龙虎山一脉 你好大的胆子 师 师弟 战神的意思是 这是他师弟啊 不可能 是绝对不可能 青龙 你这天王的位子 怎被坐到头来 战神大人 我真不知道他是你师弟 我 我错了 你可知 我师弟来此 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红年 战神大人 我不知道他是你师弟 我要知道的话 我肯定把红年公主相让 可笑 我师弟来此退婚 本座亲自想为你操办此事 可是你看看 你都干了什么 他是来退婚的 公主你 是啊 是婚给退吗 不给 如此看来 我与他比我 我使用燃血术 我做的一切就是个笑话 我丘龙 就是个笑话 你的自私 贪婪 皇后驾到 我听问皇后性格刚烈 即使嫁给龙帝大人 也没让龙帝度他分毫 是啊 就是因为这个事 龙帝龙颜大怒 把他关在宫里 为何他今日会出现 这小小的青龙烟 大胆 看到皇后还不下跪 平身吧 不知皇后来此 有何跪感 小小的战士 也敢来顾问本宫的事情 还不快退下 辈子不敢 师姐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师弟 你这是怎么了 你就是作孽太多 给皇后娘娘吃了 姓烟的 你等着受死吧 哪位叫夜灵 我说 你就是我的未婚夫 什么 我没听说 皇后说夜灵是她的未婚夫 怎么可能呢 你删我一巴掌 怎么可能啊 他那一国之后 你放屁 我怎么不知道 我叫顾清成 顾清成 好像是有一个叫顾清成的 夜灵 你好大的胆子呀 竟然敢跟皇后定下婚约 这可是猪九族的大罪 夜灵 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皇后也是你个猪狗不如的家伙 能玷污的 帝国之母亲自来了 夜灵 我看今天谁还能救得了你 皇后 我师弟的婚书 全是师父给他定下的 他毫不知情 并且他一直在退婚啊 张天义 你好大的胆子呀 居然敢包弊夜灵这个罪犯 哦对 差点忘了 你是他的师兄是吧 也在九族日内 今天无论你说什么 难逃一死 皇后娘娘 还请您出手 杀了这个猪狗不如的废物 来人 张嘴 你有什么资格跟本公说话 你是爱退婚的 你想退婚 你疯了 你结婚了还不跟我退婚 大大 怎么和皇后说话的 本公虽是一国之母 但从未对龙帝屈服 就连那婚 也是龙帝逼本公接的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只要你愿意带我走 我就嫁给你 皇后又跟他远走高飞 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啊 娘娘 你是一国之后 还请谨言慎行 本公想得很清楚 这些日子 本公一直待在宫内 那高高的紫禁 长跟牢笼无影 叶玲 只要你愿意带我离开 我就嫁给你 听你 听你这什么话 他要我救了他 然后他要嫁给我 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觉得本公配不上你 你很好 只是我们不合适 难道你怕惹上麻烦 我其实是怕麻烦 我小命都快没了 放心 今日之事 谁若是敢透露半句 本公直接助他酒族 只要你肯带我离开 龙帝是不会知道的 不干 叶玲 你想几处再回答我 我能助他们酒族 也能助你的酒族 叶公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啊 叶公子 女友神也不算了 怎么皇后娘娘 跟你也有婚约 他们怎么知道 老子有这么多婚约 原来如此 是因为舍不得 这两个小娘子 才不敢答应本公 既然如此 做出你的选择吧 叶玲 你想说谁 是一介武夫 还是那个普通女子 亦或是本公 叶玲 叶玲 都他们别让让了 我一个都不会选的 这么多家人 一个都不选 装什么装 可恶的叶玲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多婚纱 不行 你今天必须选一个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前些日子 我成功度节 成为金仙 但是是无法非诚仙剑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师父给我定下百分 婚纱继绑太多 导致无法非诚 若是一个月之内 不把婚纱全部退掉 我是会暴体而亡的 成文各位喜欢 但我叶某人 为了自己搂命 我是一个都不会选的 你们 要不说点什么 编完了 编完了 不是 谁编了 我说的是真话 叶公子 红脸也是修行之人 但是这成仙什么的 还是太假了 对啊 叶公子 永儿都不信这些的 我看你是修炼修傻的吧 什么成仙非生 三岁小孩都不信的吧 我以为你是个大人 原来你是个傻子 没想到 我情容荣耀一生 竟被一个傻子 抢了一声之爱 不是 你们怎么就不信了 本宫再问你一次 你选谁 那朕也问你一次 你选谁 平身 王后 正恶你 你在这里做什么 陛下 我 你可得好好管管你媳妇 她上来就要跟我私奔 怎么训得不听 你说什么 要我说呀 这媳妇就得打 要玩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来人 把她的头给我砍了 我帮你管媳妇呢 朕管天下事 而你 却管朕的家事 你好大的胆子 你媳妇缠缠我 我得说两句啊 还挺幽默 运程第二十余年 你是第一个 敢这么和朕说话的人 此时因我而起 不关她的事 难怪你 像这样 我把她的头砍下来 忘到你的起功 这样你就可以 天天看着她 陛下 自然要搬凶了 我举报 一先是她的师姐 经常帮此人 强抢名语 陛下 我也举报 战士 战天义 是她的师兄 这次就是他们 理应外合 要跟你抢皇后 战天义 你是新造反吗 辉职没那个意思 从今日起 不再是战神 辉职遵命 还有你 你先是 你的事迹 朕早有耳闻 你想如何 朕的妃子里 还没有一个会议术 陛下 如今战神殿 没有了战神 您看我 成龙 朕记得你 还有你 叫什么名字 陛下 臣叫杨伟 杨伟 是个好名字 其实你们三人 举报有功 朕要好好地奖赏你们 多谢陛下 待会儿去死的时候 留你们一个全尸 陛下 您这是何意啊 陛下 我是误会啊 陛下 这只是 朕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陛下 您要相信臣的 臣 臣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陛下 我不会说出去的 只有死人 才能保守这个秘密 解约 我说皇帝老二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自己管不好你婆娘 你管别人干嘛 说得好 果然是出生牛肚不怕虎 你究竟知不知道 朕是谁 你不龙帝吗 他们那么叫你 既然你知道 朕是龙帝 我知地 应该知道 在我龙国境内 朕想杀谁便杀谁 实际 这小说里说的昏君吗 没错 昏他不能再昏了 也不知道小战 跟着他做事干什么 再说一遍 昏君还不让人说了 因为 杀了他 杀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你怎么少说两句啊 你能死啊 叶灵 你是蠢猪吗 你感觉龙帝这样说话 陛下他就是个蠢人 陛下 莫要跟蠢人置气啊 就如他们所说 朕今日就当一次红军 你们都去死了吗 谢灵 与你不共戴天 怎么办 他要杀人了 随便 小战 要跟你这狗皇帝动手吗 随便 反正我又不是战神了 我才不在乎他君臣之礼 可是不好办吧 有什么不好办的 杀了他谁做皇帝啊 你做皇帝吗 谁正经做皇帝啊 做皇帝能什么正经人啊 说帝你呢 什么我啊 我要么死要么飞升 问问他们谁想当皇帝 你们谁想当皇帝啊 他们想说什么 怀疑陛下 他们在讨论谁当皇帝 好像他们都不想当 在朕的面前 讨论杀朕之后 谁做皇帝 朕从出生到现在 就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耻辱 杀了你们 都算便宜了你们 把他们的手脚砍掉 做成原质 放在金鸾殿上 遵命 不管了 先动手吧 谁当皇帝 之后再说 龙浩天 你今日可好啊 你认得朕 师傅 你来了 师傅 你不来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管你是谁 金鸾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他们也得死 你不记得我了 三十年前 你找我算了一话 你不记得了 是您 没错 是我 三十年了 您的模样 居然一直都没有变 仙人 浮火顶 结发 寿长生啊 怎么可能 龙浩天啊 先见我给你的一切 你相不相信 我都能收回来啊 老邓 你就是他们仨师傅是吧 还装闭了 龙浩天今天说了 谁他们来了都没有 没错 虎天之下 莫非王土 你大 能大得过龙帝吗 区区一个臭道士 赶过来送死 今天正好把龙虎山 一起关了 龙帝 我们帮您抓住他 您放我一条生物好吧 微臣也去 明女也去 穿剑仙师 什么 什么 龙帝 竟然向老头跪下来 陛下 乃一国之君 岂能给别人下跪 给朕闭嘴 没有仙师 就没有今日的龙帝 就没有朕 还知道 到底什么人呢 怎么可能 三十年前 先帝驾崩 天下即将大乱 我把你推出去 做了皇帝 这一做 就是三十年了 仙师的大恩大德 朕一直都记得 既然记得 为何又为难我的徒儿们呢 朕不知道 他是您的弟 朕若是知道 一定会大赦宴席 换代他们 还有朕的皇后 朕送给你如何 我去你好好说 我可不要你媳妇 你受过去 把婚姝把婚姿捡 好说好说 朕还有三千加力 师父 你还是别让他当皇帝 少侠可别乱说 朕成绩三十年 一直为国为民 开疆扩土 从未乱杀过一个人 你刚刚还说杀我 Ashley 人家媳妇都快跟你跑了 怪不得人家 罢了罢了 看着你 这三十年 被龙国造福无数 这皇位嘛 还是继续让你做吧 谢谢师 伙儿们 我们走 师父 原来你还有这种本事 既然想让谁做皇帝 就让谁做皇帝 哪有什么本事 我们修行之人 不能干涉朝政 你知不知道 我只是 忽悠他们而已嘛 那师父你 哎呀 当年先皇甲冬 我算出这个龙傲天 是先皇塞败的遗孤 我就是引导下而已嘛 所以他本来就要死皇帝 也罢也罢 皇位不可散 以君之主向我跪下 犹如皇权 我呢 就消散一下 先大人等的记忆 也算给他扯平了 师父 这回我退不完了 徒儿放心 我掐着一算 你命必有此劫 但是呢 我会因此劫而死的 可我婚数才退了几封啊 还有九十多封呢 徒儿啊 你可能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绅士吗 我的绅士 能助我退婚 那不那 老头你能不能 别神神叨叨的 缘分到了就知道了 老头你 喂 叶家 叶家 师姐 你知道叶家 叶家乃龙国第一大家族 商业遍布全国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叶家吧 我也有所耳闻 二十年前叶家扶摇直上 那个小家族 一步一步的成为了龙国的第一大家族 师弟 叶家谁给你打电话 刚给我打电话那人说 是我爹 你爹 师弟 你居然有爹 师姐 你这是为何 难不成师弟 是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 师弟 你爹给你打电话干嘛 他让我回去 认祖归宗 认祖归宗 好一个认祖归宗 叶家一直有你联系方式 却一直不和你相认 现在说让你回去 就让你回去 岂不是笑话 依我看 不回去 没错师弟 不回去 我们才是一家人 师兄 师姐 我知道你们是我的家人 可是师父说 师兄 师姐领我们就算了 你领我们什么 师弟 接着说 师父说 只有我的家世之谜 才有可能解开我的百分之家书 那行 师姐陪你一起去 师兄也陪你去 不用 我自己去 叶灵 杨伟 怎么是你 你怎么阴魂不散 谁阴魂不散 写事 师父母说你的记忆 不记得也正常 你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跟你说 上次清宫宴你没回来 你见到狗命你知不知道 是吗 知道我上次见到谁了吗 谁啊 我见到了龙帝 一国之君的龙帝 龙帝的伟案 我这辈子都无法忘了 伟案 行吧 跟着龙帝好好混 你去哪去 今天是业界定期 你个山野莽夫 来这干什么 你都能来 我怎么不能来 哥们告诉你 哥们现在是业家的坠旭 坠旭 没错 业家现在乃是龙国第一打架 我身为业家的坠旭 任亲业我怎么能不来呢 你既然知道是业家笛子 任亲业 还敢拦我 我告诉你我拦你怎么样 我爸爸身上都是业家的 我打你又怎么样 你要不好好想想 我信什么 你 你姓业 不不不不不不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叶 虚虚一个坠虚 谁敢拿我 真是演的一出好戏啊 叶玲 你怎么也在这 我怎么在这 我嫁给了叶家主爱 你说我为什么在这 你俩牛逼 我知道你行业 我已经拜托我老公查过了 无论是主爱还是旁之 人家都没有叶玲这一号人物 你是怎么困起来的 我 走进来的 走进来的 天下是你这种废物 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 主要 什么情况 老公 天下闯进来一个老鼠屎 我帮你买到了 老鼠屎 没错 此人名为叶玲 他用卑鄙手段 逼迫上百个女子 与他订下婚书 每一个都被他糟蹋 你说啥 我能坐上 我的精美主板就是被他 用如此被电手的抢走的 什么 这世上竟有如此禽兽 何止啊 简直 无配为人 路遥 他对你说了什么 叶玲你放心 我昏退得早 没想到他呀 死缠烂打 追到这儿来 好啊 还敢追到叶家来 不是 哪些你看到我追过来的 叶家不是你能待的位置 实相的话 赶紧滚 赶紧滚吧 在这块只会脏着这地儿 难道这叶家也有你的婚书啊 我不是为了婚书来的 还真有不怕死的 小子 你现在最好赶紧离开 等会儿 要是我请你离开的话 这两条腿可就没了 我倒要看看 我如何要不得我这两条腿 你知道我是谁吗 问你爹下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嘿嘿嘿 反正不是我 你敢不如我爹 来人 给我卸开两条腿 别怪我没警告你们 对我动手 他没那个资格 我没资格 我爹是叶家家主的亲弟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今日宴会是为我而开 看你们谁敢动我 哈哈哈哈哈哈 叶玲啊叶玲 你冒充谁不好 冒充叶家敌长死 你好大的胆子 布芳兄刚才个要你一条腿 还非得把命送上 你看 一边扫去 没看到老子在这说事了吗 我不是故意的 灵儿 你是 是你吗灵儿 我是你妈妈呀 妈妈 妈妈好想你呀 叶灵 她是你妈 笑死 你妈妈是个扫地的 还是个疯子 叶灵我给你道不起 当时我以为了你最早家主任情 找了个卯杰 不愧是山野卯夫 你妈不在家种钱 来叶家当下人 我真不知道 该说你妈妈是有商业头脑 还是怎么呢 这么说 我还不能赶她走 毕竟你现在也是叶家的人 叶家的 下 你真是我妈妈吗 灵儿 你快走 他们要害你 你快走 没想到 我们上等人跟下等人的思维果然不一样 我们都是想怎么加入叶地呢 找个下等人当妈 这你就不懂了吧 她在叶家虽说是下人 可除了这叶家呀 人可以逢人就说她是叶家的人 这谁也不知道 她在叶家就是个倒干水的 你们说够了呀 当下人就要有当下人的觉悟 主子说你两句 怎么了 我鞋脏了 你要做什么 我做什么 当然是让下人来给我擦鞋呀 叶灵 今天要么你来给我擦鞋 要么就让你刚认的妈来 是叶灵 是你来呢 还是你妈来呢 我说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过分 我今天把花放在这儿 今天要么你来给我擦鞋 要么就当个不孝子 不是吵闹 家主来了 大伯 我们在这儿管教下人 我们鞋脏了 想叫下人给我们擦一袋鞋 这下人太高傲了 不愿意给我们擦 把他带下去 大伯 还有这个下人 他呀也趁拐教 我现在就好好教育他 你 大伯 家主为人和善 今天这是怎么了 应该是看他们欺负下人 所以才如此生气 叶家主 那点小事 您不至于这么生气吧 你是谁 我是叶家庞志 哪个庞志 叶婉玲 那从今天开始 叶婉玲 独在受叶家之 说这 为什么呀 我说 你带着你那个叶婉玲 一起滚出叶家 一到没有 大伯 这样是 有点过分了吧 一点也不过分 为了区区一个下人 您就要把叶家的庞志 也赶出去吗 怎么样 你也想看你爸 滚出叶家 老公 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啊 叶玲 是你搞的鬼吧 叶玲 爸爸想死你了 什么 他是狄章子 怎么可能 他不是现人生的儿子 怎么可能是狄章子 叶玲 在场的人 有没有欺负过你 爸给你出信 臭妖子 你敢欺负我 唐兄 你信不信我 打死你 老公 他可曾欺负过你 唐兄 你千万别误会 刚才 都是他在输入你 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这次回来 只想问清楚一个问题 什么事 你说 你们为什么曾经抛弃了 叶梁 我叶家没有抛弃你 我叶文天 也从没有抛弃过你 只不过在你小时候 我们叶家被奸人所害 大伙把整个叶家烧没了 那个时候 失去了踪影 什么时候找到我的 最近才找到你的 选了是这样 哎呀 想死 你这是 你看看你 叶铃啊 在那边挑拨那么久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给你亲了 你以为人都像你一样 大都出一个 也是 灵儿 既然你回来了 那爸妈把你捧在手上 我妈呢 妈在这呢 你是我妈 你这孩子 在外面 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让妈妈看看 你不是我妈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刚刚过来的扫地阿姨 也说她是我妈 我一时也分不清 谁才是我真正的妈 哦 哦 哎 是这样的 心里憋着气 哎 也是 刚刚回来 被疯疯癫癫的人缠着 要是换成妈 妈也不高兴啊 你说那个下人是吧 她整天疯疯癫癫的 我是看她可怜 才把她 一直留在叶家 你放心 我立马辞了她 整天胡言乱语 真实没关系 要是 影响你们母子的感情 那就最不可赦了 原来如此 丁儿 妈在这呢 过来 妈看一下 既然你说你是我妈 那我们干脆来低血人 胡闹 你说什么呢 把刚刚那个扫地 阿姨也叫上 看看谁 才是我真正的气 胡闹 你胡闹 也是 叶玲啊 从小就到外面 漂泊惯了 再说了 那也不能怪你妈呀 临儿 你这样 妈很难受 你别装了 显身是大逆不当 叶家中 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 你如此疼爱儿子 一儿再再儿三的 对不起母亲 没错 简直就是倒反天罡 不孝 大不孝 低血认亲呢 本来都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不过 李温你想 我可以跟你去做 心思建议 我当然知道 低血认亲没有科学依据 但是我赌你不敢 你 放肆 今天是认亲你 不想当着大家的面 对你使用家法 我方才对你们三个 使用的忘记书 谁是我父母的心里有数 我不想再忍了 叶门天 你把你给我调教好了 再带到我面前 说错认错 散死你 哎呀 你看你把你妈气的 忘记书分为两者 一是认亲 二是自负 你想说什么 我知道你是我父亲 但除此之外 你没有一句实话 嗯 嗯 你在山上学得挺好啊 还会一些法术啊 都是师父教得好 好好的敌长子你不当 非要当个剑下桥 我要听事实真相 你要听实话是吧 好 我就跟你说实话 二十年前上面记载了 气运转移之法 气运转移 对 没错 气运转移之法 就是一个人的运气 转移到家族之中 当时我们叶家 受到了重挫 送你上山 去修道 好一个上山修道 明明是把我当做祭匹 祝你们叶家生意 蒸蒸日上 你怎么这么说话 当年你妈也是这么说的 死活不同意 把你送到山上 你把他走了 哈哈哈哈 我后来就把他给 修了 你好狠心啊 要是我心不狠 叶家早在二十年前就完了 哪能称现在 成为龙国的 第一大家族 不过叶铃 对你没有抱什么大的希望 我准备想 等转院好了以后 再把你接回 可没成想 你天赋这么高 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了 叶家气运 如日中天 也能成了龙国的 第一大家族 哈哈哈哈 然后呢 终于想你把我接回来了 不 我不知道你修炼到什么进去 但我知道的是 你的修为已经停滞不前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叶家的气 没有一直在扩大下去 现在叶家已经是龙国第一世家 你还想 世家毕竟是世家 哪怕龙国第一世家 他也是世家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成为皇家 你想造反 哈哈哈哈 对 我就要造这个反 叶家要造反 三哥 这 既然你都已经准备嫁给我 告诉你也无妨 现在 或许你是叶家二少的夫人 但是只要等我大伯登基称帝 我爸就是王爷 而我 就是世子 你 就是世子夫人 夫人 没错 国贵来是世子夫人 那那那我呢 既然连二不争气 那我就没有必要杀鸡进头了 那我现在还是叶家追去吧 那我以后就是贵族了 是 叶家主 我从小就没我爹 你儿子有不争气 如果您不嫌弃 我愿给您押老送中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以后就叫叶伟 好 一个不要脸的东西 不过 我喜欢 好一个父子情深啊 叶灵 谁叫你不争气 这本该都是你 这皇子也是你 可是你身为我的儿子 没有遇见萧松之子 为不 我真的很失望 没错 是你把这么好的父皇让给我 我应该好好感谢你才对 两个败类 不许你们为伍 某人怕是吃不到葡萄 收葡萄酸吧 什么叫不羡 以之为 若是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 你还不是贵族 叫陛下爸爸 真是笑话 你也知道 我的许位停滞不前 叶家的幸运不再登场 叶家还只是叶家 你们就一口一个陛下一口一个父皇 当真不怕被龙帝劈闹吗 我叶某人竟然敢说出来 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成为了皇家 叶良 你不是气人滔天吗 你的儿子也是气人滔天 不然为什么把你接回来 办你的任期 我的好大儿 你不配做我的爹 从今以后 我跟叶家再无任何瓜葛 说什么 追 你想去哪 我叶家没有成为皇家 你跑到哪里去 你想拦得住 拦不住 你可知道 这前面四个人到底是谁 五天之下 没人能拦得住 叶良 我看你修炼 是不是修傻了 有道 知道本大爷是谁吗 老子曾经是战神殿的天王 天王 怎么 这就开始怕了 如果我说 我曾经也是天王呢 难不成你们四个 都是上一任战神殿的天王 知道怕了 我告诉你 我们四个人 都曾经是战神殿的天王 小子 若是你跟我们 乖乖求饶 说不定 我们一会下手 才能轻一点 怕到就不至于 我刚刚想知道 你们四个 都怎么被战神殿处理的 关你什么事 小心我 死了你的嘴 但说无妨 想当初我们四人游历龙虎 对龙国建设天专家王 可新战神上阵的时候 一切都变了 你们说的新战神 很战天一 你怎么知道 战士的本名 几乎从不外露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 我这样知道 然后呢 就因为我们杀了几个人 强奸了几个小贱人 就把那战天一卸任了 狗日子战天一 我的老子 一定会找到复仇的 要我说呀 说什么 要我说干得漂亮 你们是用人间败类 还当天王 真有如我龙国的名声 你说什么 无许跟他多言 直接杀了他 诶 等一下我还有个问题 默默唧唧的 你小子就是想拖延实践 不当我拖延实践吧 那你们离开的战天之后 为什么还来叶家呢 因为我叶家 是龙国第一世家 并且我若成为皇家 他们也可以直面战天一 重回战天殿 哦 原来 你们是想给战天一报仇啊 话说的差不多了吧 准备搞受死了吗 诶 不能差 留一口气 我还需要他造娃呢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便砍断他 五只中的四只 留下一只 给你报孙的 可以 这便是父亲 我给过你机会 你们几个一起上吧 一起上 找死 让我看看 你们有多少实力 可战战天一 你也再敢提 战天一的名字 信不信我扒了你的手 看来 战天一给你留下的心里 阴影不小了 说吧 战天一给了你多少教训 我叶琳今天给你双倍 叶家主 把战下一子后 能否交易我出 当然可以 小子 准备好被我们丢了 什么 他全能毫发无伤的 挡住我全力一击 就这点水平 还想找战天一报仇 死死不简单 咱们一起上 好 我们一起上 怎么可能 我们死人联手一击 哪怕是战天一 也不可能做到毫发无伤 就算 我让你们打到日月同天 你们也难伤我疯了 那还打吗 玩够了吗 到我了 好 打完就想跑 做梦 这是什么速度 我怎么完全看不清了 八年前 师兄成为新战神 碍于战神的身份 怕手下兄弟们心寒 没能下死死 如今 你们的命 我替战神去 你是那战天一的师弟 你不能杀我们 你杀了我们 战天一不怪追你的 师兄从来不会怪我 什么 四大天王被你逆掌击败 怎么可能 那可是曾经的四大天王 龙国的顶梁柱 叶家主 现在你还要留我吗 那个霍龙虎山 把你训练到这个地步 真是不可思议啊 世人对龙虎山了解不多 以你的眼光 的确会觉得不可思议 叶梁 少给我一本正题 要不是我把你送到龙虎山 你今天有这样的造化 你应该感激我才是 龙虎山道人把我眼大 教我功法 你算什么东西 我感激你 我是什么东西 我是你爹 我爹只有龙虎山道人一语 你说什么 我说 我爹是龙虎山道人 我姐是韩宁 我哥是战天一 我的家在龙虎山 好一个人在做狗东西 词不会就不要乱用 这样会显得你很没我 叶家主 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带着我妈先走 你还惦记着你那个妈是吗 我妈虽然方才疯疯癫癫 但她跟你不一样 她对我的关心 是你怎么装都装不出来 你最好祈祷 你妈还活着 没想 那个女的还活着吗 还剩一口气 带着 狗东西 今天你让我丢了你 本来应该杀了你 喝在你还有点用的份上 找你一条狗 你做了什么 我在你面前 我能做什么 只是我这个夫人 是不是这个不曾关心的女人罢了 老娘正玩得开心呢 你突然叫她过来干嘛 你留着这个东西 还有就 老妈 灵儿快跑 他们要害你 快跑 我不跑 我现在救你 灵儿长大了 长得真帅啊 灵儿长大了 灵儿现在就把你治好 什么 他竟然瞬间就治好了他的伤 叶灵到底还有多少底牌 他家还有这种手的 灵儿 是我的灵儿吗 妈 是我 不行 你快点跑 叶文天要害你 你快走啊 快走 妈 灵儿长大 灵儿不怕任何人 真的吗 灵儿 灵儿不骗你 精彩 真是精彩 没有想到啊 你竟然还有如此的手段 叶文天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她是你曾经的妻子 我可没有这么废物的妻子 这是你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你胆敢再说一遍 再说几遍都是如此 我叶灵今日要是父 大胆 你死之前可以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你妈叫来 你以为我是想让你们母子团聚吗 这是笑话 你做了什么 我在你妈身上下了骨 我摇摇这个链子 你妈就要受到酸心之痛了 叶灵儿 你不是母子情深吗 你现在该当如何 父皇真是好手段啊 看叶灵这次怎么办 马上 这天一下都是父皇的了 不可以是朕的好大儿 连拍个马屁都这么酥 哈哈哈 身子让我觉得恶心 恶心吗 不不不 这是枭雄之资 成大事 不拘 小姐 很难想象你是一个 人 叶灵儿 你跟你父亲 成口舌之力做什么 你不是厉害吗 你不是大孝子吗 你想想 怎么该救救你的母亲 灵儿 你不用管我 妈知道灵儿最孝顺了 你赶快走 妈 你放心 我今日必定带你离开叶家 真的吗 灵儿 妈 我不会骗你的 大言不惭 我看你怎么带走她 我今天必定会带我妈离开 只不过临走之前 还有件事情要办 鸟屁快放 别置住我 叶家主真是贵人多往事 我刚刚已经说过 我要释负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的 你不想带走你妈了 你的命我要了 我妈的命我也要了 只是这两个要的方式不一样 你真当我不会摇这个灵的 还是觉得我这个孤独根本不存在 我丝毫不怀疑你这样的败类 做出这样龌龊的事情 但是有我在 你不会伤害我妈疯狠 你去龙谷山市吹牛逼吗 我这个孤独是无人可解的 我看你怎么打 你的孤独如果是这个的话 我劝你还是别百分力气 怎么可能 这个孤独无人能解 就连下谷的人也无法解 看你怎么可能 没错 这孤独确实很厉害 当今世上无人能解 但是 我不是人 你不是人是什么 那是鬼啊 我是仙 好你个叶灵 你想用这个方式 骗我不摇这个灵的 你以为我像你妈这么蠢 那你大可一事 你别后悔 怎么可能 别白费力气了 不可能 孤独是不可能取出来的 不可能 都跟你说过 区区孤独我抬手就能取出来 放屁 一定是领导出了问题 我现在立刻马上再换一个领导 不必 我可以帮你试一下 如何证明 你 你做了什么 我只是往你身体里放了一个小小的东西 你把骨虫放进了我身体 没错 骨虫离开人体之后不久就会死去 我怕它死了 畜生 我要杀了你 欺负我妈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今天 你妈那个狗女人 让我丢脸 活该被我打 既然如此 你也是活该 我堂堂叶家夫人 未来的皇后 我想打谁就打谁 谁敢说不 夫人 不要惊慌 这个小子吓唬你的 我就不信给个果 随便能放出来 也不能随便的取出来 真的吗老公 是吗 那你摇要铃铛便是 你让我摇我就摇啊 我这么没有面子 你不敢摇 我帮你摇 叶夫人是吧 你信不信我摇这个铃铛 会让你生不如死 皮肯 我有什么不敢的 让他摇 就不相信 孤独在您体内 真的吗 老公 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莫说是凡间的孤独 就是仙谷 我也能给你们取出来 准备好了吗 叶夫人 我也想吗 哎呃 哎呃 我 government 好痛啊 老公 不要再救手 快给我住手 飘我听很简单 去给我妈跪着道歉 你敢敢这么跟我说话 那就看着你心爱的妻子去死吧 叶零 快救手 我是你后妈 我是你后妈 我可不是有你这个后 叶文天 再不是磕头 等你夫人去死 叶文天 你这个王八蛋 你还不快救救我 叶文天 去去一个女人吧 你说什么 你弄死了 那还我眨一下眼睛 叶文天 不是萧雄 叶文天 你这个王八蛋 叶文天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萧雄 你简直是个畜生 叶啊 你怎么不叶了 对于他 我略失小丑就行 我要杀的是你 他已经不是我夫人 我也不需要脱后腿的夫人 你的天 我杀了你 滚开 我忍你已经很久了 不是你能给我家族带来绿 我腻脚就把你踹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你不是要跟我拼吗 怎么不拼了 正好 该 说你促取台军 叶灵 你不要嚣张 你以为诺大叶家的抵台 就只有你的妈妈 你说什么 龙王 出来吧 龙王阁下 该你出手 你竟然和敌国联手 什么和敌国联手 国是朕的国 朕非要说是他是有国 你还真把你自己当龙帝了 帝国龙王殿杀我龙国将士无数 你竟然把龙王本人带到龙国 叶灵 你怕了吧 不过也对 毕竟龙王也是和战神平分秋色的存在 而你算什么东西 不就是打败了几个天王 以为自己就天下无敌了 我现在只为你感到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杀你的理由又多了一遍 放手 你现在不是太子 哪敢跟我这样说话 太子狗都不打 哎呦 你想当还当不了了 没错 那现在我是太子了 真是我的 好大儿啊 当不了 龙帝都对我败过 以你的身份 这辈子都见不到龙帝 还说龙帝会对你贵吧 叶灵 我不想跟你多说什么 你要钱没钱 要势力没势力 你爹我好心把你收领 你竟然和我做对 不知好歹 我 没势力 抱歉 我纠正一下 我说的势力是权镇天下的势力 不是什么土鸡娃狗 而是什么龙骨山井的道士而已 权倾天下的势力我还真有 大言不惭 你从小被我丢在山上 能认识一些屯骨寡妇就不错了 你还权倾天下之士 你知道权倾天下之士是什么意思吗 出来吧 我感觉到你们了 叶公子 你怎么来了 你说感应到我了 所以我就来了 不好意思啊 你实力太弱 我还真意识到 你是谁 江城林家 江城林家 江城那小小的大蛮之地 就不必说 林家是什么 叶梁 这是你说的权倾天下之士吗 那我呢 红莲女武神 你竟然及时战神殿的 不够 远远不够 那我呢 一天寒牛 竟然是你师姐 算你有眼 想不到龙骨山那个老道 还是有点有 一先都是他的弟 你们真的不知道 龙王的地位 那可是和战神 结果相当的对手啊 你在叫我 战天叶 你怎么来了 有人叫我 我就来了 你为何认得战天叶 师兄 他问我 为何认识你 什么 战神是你师兄 这龙骨山 到底什么实力啊 一个一先 一个战神 实不相瞒 在龙虎山上 我和韩宁实力醉 其次 其次 叶灵 不可能 叶灵怎么有 容过战神的实力 错 其次是师父 那叶灵呢 师弟的修为 我这辈子都难忘其相对 父亲啊 你都这小孩了 信不信由 就算你抬高 叶灵 也无济于事 他勉强和战神 打得落不开 照样拿我们 没有办法 这也拿你 没办法 啊 龙弟 为什么龙弟 会给他撑摇 为什么 你怎么来了 有人在这里撑地 朕还不能来了 龙弟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朕在门口 站了半个小时 该听见 朕都听见了 弟弟 龙弟 人家全部人 押入大牢 人家 人家全部人 押入大牢 为什么抓我 我也是被骗的 闭嘴 你别抓我 我都不认识他们 你都叫他义父了 我冤枉 我真是冤枉 为什么不抓他 他是燕文天的儿子 亲生儿子 我叶灵 不是叶家人 以前不是 以后更不是 灵儿 师姐 之后我妈就拜托你了 你说什么呢 婚没有退完 我时间不多了 没事 师兄师姐 我这辈子跟你们在一块 超级开心的 师弟 叶公子 你不要我了 你说什么 我说哨起来了 什么 问我老头 臭小子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 师父 你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看看你的婚书 名字前面写的是什么 叶家叶灵 没错 如今已经跟叶家 没有关系了 婚书上写的是 叶家叶灵 跟你这龙虎山叶灵 有什么关系 这么说 我不用退婚了 没错 太好了 师弟不用死了 我不用死了 贼旦不死 而且啊 就要快成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